那我们的社区也出现回弹迹象 那那坊间说 就是你们让太多这些 这些什么 这些境外输入 带给我们这些病毒 这是坊间说不是等大人说 那数据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也很难去判断 但是每次听到那些帮佣一批一批进来 然后就感染的 我就是觉得有点纳闷 到底他们在飞机登飞机之前就感染呢 还是在飞机里面感染确诊呢 还是下了飞机确诊呢 这个真的是没有人知道 如果你在飞机登机之前确诊 你难道让他上飞机吗 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到底是怎样呢 总之我的立场是 这些境外输入来到新加坡 真的要好好的照顾他们 照顾他们的意思是真的照顾他们 确保他们不会把他的病毒传播 然后那个我们的一个专科医生 就像香港 就是像 东京 就像英国 一个国家都是以为好了 然后呢 就变本加厉 而且 有那些 特别的B117的毒株 张大哥说好像那个B52轰炸机 像当年越南战争 哇 讲到越南战争 我现在还知道 原来 这个美国死在疫情的已经是等于二次大战的死亡人数 听了很可怕的 好 我已经 再一次的 说二次大战 已经 美国就打了几年嘛 但是 这个疫情到现在一年 美国就已经死了等于二次大战 再像这样下去的话 就是在 死亡人数就会等于二次世界大战 再加上一次世界大战 或是 加越南战争 或者加阿富汗战争 我